3月9日 上帝顾念你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彼得前书五章六到七节 为什么对未来忧虑是骄傲的一种形式呢 上帝的回答可能听起来像这样 改述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二节 我 耶和华 你的创造者 我是那个安慰你 应许看顾你的那一位 而那些威胁你的人 只不过是会死的人 因此 你的担心害怕一定表明你不相信我 即使你不确信你自己的财力是否会看顾你 但是你还是选择无力的自我依靠 而不相信我未来的恩典 所以你的一切 虚弱无力的焦虑都显明骄傲 解药是什么呢? 由依靠自己转向依靠上帝 并且将你的信心放在未来恩典那完全充足有能力的应许上 从彼得前书五章六到七节中 你可以看到忧虑是骄傲的一种形式 注意经节之间的与法联系 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所下 现在第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第七节不是新的一句 它是一句从句 你们要自卑 通过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这个意思就是 你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是自卑服在上帝大能手下的一条途径 他像是说 要有礼貌地吃 闭着嘴巴掘 或是 要小心驾驶 睁着你的眼睛看路 或是 要大方 在感恩节邀请人一起过 或是 你们要自卑 要将忧虑谢给神 因此 将你一切的忧虑谢给上帝 是自卑的一条途径 这表明 骄傲是你将忧虑谢给上帝的一个障碍 意思就是 过度的忧虑 是骄傲的一种形式 不管那看起来 或是感觉起来 多么的微弱 那么 为什么将忧虑谢给上帝 是与骄傲对立的呢 因为骄傲不喜欢承认 他有任何忧虑 或者是承认我们无法照顾我们自己 而且 即使骄傲必须承认 他的惧怕忧虑是无法控制的 他也不喜欢承认 可能的治疗方法 就是要相信更有智慧 更强大的其他的人 换句话说 骄傲是不幸的一种形式 他不喜欢相信上帝的未来恩典 信心承认需要帮助 骄傲不会 信心寄希望于上帝的帮助 骄傲不会 信心将忧虑谢给上帝 骄傲不会 所以 与不幸的骄傲较量 就是要坦白地承认你有忧虑 并在此字句中 珍爱未来恩典的应许 他顾念你 然后将你的惧怕 卸在他强壮的绑壁上